第十九岁演员李隆继素有御用皇帝之称,结因他外形霸气,又似古代敌皇一样风流。 李隆继在无限工作四十年,戏里戏外都相当精彩,尤其在感情方面,他自认花心又多情,年轻时受不少女性欢迎,入入老年仍是宝当为老再结束第一段婚姻后,李隆继迎娶比他小二十八岁的那期,情话事业又成家庭美满,却仍收不住放荡的心,每隔几年便会传出绯闻。 即使飞闻买千飞,李隆继的妻子爱她如此,而港媒在三月十五日报道指出,六十九岁李隆继和四十一岁妻子去年造人成功,两人严防死守他,却不幸小产。 只敢没报道称,李隆继和太太去年造人成功,遇产妻是在这个月,疫情当前他为安全起见,从神圳搬回香港支柱,他小心谨慎照顾妻子,一心迎接小生命来临,不料妻子在临盆前数日一把小产,令夫妻二人相当难过。 记者在三月十四月致电位问,李隆继回应称,OK啦,太太申请OK,其他我不想多讲。 话必变化断电话。 据知情人透露,李隆继妻子是将还一度跟闺蜜诉说,有关周润发妻子,张瑞见妻子还胎八月流产的事情,因此想尽量低调安滩,怎样一语成诚,在临盆前突然消产。 据了解,李隆继和太太于九八年结婚,在此之前他和前妻予有三个小孩,不过李隆继继少其及三个孩子,为了锁住嫩妻的心,李隆继全七个物件竟归妻子名下,婚后为了切救太太,更是搬到深圳居住,常年两边来回跑。 但即便如此,李隆继风流作风不改,三个月中,港媒的街头拍到李隆继与美女逢街的画面,必须长发美女挽着她的手,一如正宫姿态,丝毫不复对方是由傅之夫。 事后李隆继接受采访称,与长发美女是朋友,无需大惊小挂,但对于当街前手拍拖的问题,李隆继脱蹲吐吐吐实在编不下去,只能引诱。 成龙大哥的京剧犯了天下男人的错误,当记者劝李隆继不如坦白霸,他则说,不用记者担心,自己不会包二奶。 采访期间,李隆继自称曾经有出轨,当时获得太太的原谅,而这次只把对方当朋友,至于那些名牌包包什么的,并不是他送的。 按照李隆继太太本月就是预产期的时间点推测,李隆继是在太太怀胎包九个月与美女约会,简直无耻至极。 当时李隆继还表示,太太人在深圳,不会太快知道她在香港的绯闻,如今太太灵魂前小产,是否又与李隆继被妻约会美女有关呢? 李隆继太太并非圈众人,只是不适陪她参加各种活动,41岁的她,原本就是高龄孕妇,丈夫不忠厚,胎儿又不幸小产,简直是晴天霹雳。 也希望经历痛失胎儿后,老细故可以改改风流多情的毛病,不要再辜负妻子了。 李隆继